您好 欢迎收看12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贵 继伦天大桥的灾后重建工程动土之后 同样是在0918强震中正毁断裂的玉长大桥 在2023倒数计时的时候 是由现长徐正卫会同了地方各界机关首长 名义代表等一起举行了动土祈福一事 徐正卫现长表示 新政府会全力以赴 让玉长大桥如愿在114年年底可以玩工通车 除了详识来县锐 欢迎县长许正卫会同立委副昆奇 以及地方各机关首长各级民意代表等嘉宾 也持相祈福 欢喜地为花75香道玉长大桥 栽赴重建工程来开工动土 祈求工程平安顺利 诸事圆满 欢迎县政府建设处指出 0918墙镇震毁的玉长大桥 充建经费为5.2亿元 充建后桥梁长度810公尺 引到368公尺 后两座桥梁结构形式为 玉立I型减枝梁桥 强化桥梁防震度的同时也提升桥墩抗流的强度 建构舒适安全的通行环境 我们只要使用减枝梁这样的桥梁 这样的桥梁就是一个楼性结构 以楼克钢这样子在灾后就可以迅速的完整修复 我们有三道的一个防漏桥机制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指振块 指振块坏掉以后还有第二道机制 就是我们的防漏拉条可以把它拉住 第三块就是我们的脑梁已经破综到3.3米 可以在上部结构滑梁的过程中 不会让它有落桥的一个情形产生 继伦天大桥后 同样在0918强阵中断裂的玉长大桥 县政府敢在2023年倒数第二天动土重建 县长许正为恭贺乡亲之余 也特别肯定县政府建设处的努力 尽花一年的时间 完成浩大繁杂的行政作业流程 省力推动执行 轮天高辽以及玉长大桥 南区三座东西向主要联络桥梁的栽开部件工程 就是说我有钱呢 我直接掏出来买一块 买一块巧克力买一颗糖 马上就可以实现 没有办法 还是有相当多的行政程序 相当多的这个 我们很多的公共工程的一些这个 约制 所以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执行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给我们建设处再一次掌声 因为大家都觉得高辽大桥 南匹大桥 玉长大桥 为什么一年了还没有动工 我们现在真的要动工 所以为什么正为要求我们建设单位 一定在设计规划 或者是我们在施工前一定要开说明会 让大家知道公共工程很多的行政程序 要让大家能够互相的理解 才不会产生误会 在后附近的工程必须要原桥原宽度原长度来重建 今天动土新建的玉长大桥栽 在部重建工程 县政府也依据工程会专案审议核定内容 重建桥梁宽度均采9公尺的双向车道配置 并且包含排水照明以及护栏等相关附属设施 充建后的宽度也都大于旧桥梁宽度 县长许正位也强调 县政府也将全力以赴 让包括玉长大桥在内 南区三座被震轨断裂的桥梁 能在114年内陆续完工通车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